大家好 我是七叔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置顶的Rocket DBX10 这是很多人的梦 是什么样的梦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台车其实蛮特别 因为它就是历史比较长 然后它整个开发版本 最开始从尼龙的到金属底盘 到有很多OP件出来 我手里这台就算是一个满OP的版本 很多零件都换成了金属了 这里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们说金属百臂是负OP 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理解 但是就是看你玩的强度 就是强度没有上到很夸张的时候 金属百臂也还OK 但是它带来一个副作用 就是比较好看对吧 就是比较适合当摆件 包括这个车子有很多金属键的应用 所以说它就比较漂亮 包括这个Rocket本身 我觉得这个造型就是蛮好看的 而且你很便宜的价格 对吧 比Lossy便宜的很多 获得一个外观大体上比较相似风格的一台车子 这点我觉得很不错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三组灯 避震器上有这种假的小瓶子的这种装饰 很漂亮的这种合金的避震台 包括是前后又防状的结构 全尺寸的备胎 这台车子的话 它OP到什么程度呢 百臂是金属的 然后拉杆是金属的 币马呀都是金属的 齿轮也OP成了金属的 它大尺也是金属的 之前被吐槽比较多的一个点 就是如果用尼龙的大尺的话 动力比较强可能会少 用金属的就会好很多 这个车子前后传动 它是一根直轴来的 前后传过去 到前后两个波箱里面的 都是加硬的街杯和传动 狗鼓是C座和后面的轮座 都是金属的 我觉得说看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性能怎么样 要下机去试 但是我个人的评判是说 你往死里撞 这玩意肯定比尼龙的要头痛 但是这个也是看程度的 尼龙可能是到一定程度 它会坏 但是它损伤的就是不是那么全面 因为它会自己爆掉 然后去整个别的零件 那金属可能就是说 我在一定程度下碰撞 它都没事 到超过一个界线之后 它就弯掉了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包括是再超过一个界线 它因为没那么容易断 它可能就把旁边的零件给撕烂掉了 这个就是金属件 我觉得会担心的地方 但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感觉 对吧 这个厂家可能还也有 它的自己的设定 包括是考量 那实际去跑了之后 才知道会怎么样 然后B码的话 它是前后金属 然后它从金属件 然后穿过来 对面的话是尼龙件 比较厚的一个尼龙件 这样去做一个设定 去做到一个包裹 那可能很极限的时候 这台车子先爆掉的是哪里 就是后面的这一个尼龙的B码 那我觉得也还可以 因为尼龙B码可能会比较便宜 就如果实在不行 这整套这个转向这个里面都没事 就只有那一个B码爆掉了 也能接受 对吧 就是说你的维护起来也比较简单 成本也比较低 那这也还可以 然后这个车架的话呢 也有单独发售的版本 那电子设备就很好玩了 这个超越旺的电机 3660的2000多KV的电机 然后将近这个2600应该是 然后电条的话是60A的这个超音速的电条 有这个生压模式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舵机可以让它打更快 包括是风扇可以转速更高 包括是说我们的舵机是一个25公斤的这个数码舵机 我觉得一个这样一笔十的商务卡也很够用了 那这个电条还有个点就是它的就是什么过热保护啊 包括是它的这个低压保护呢 会比较OK一点点 因为它是这个新的电条上面有些程序上优化 不太容易把电池过放 那这点我觉得还不错啊 这样一个组合的搭配啊 各种就是就是带有这个超音速元素的这个东西 包括它的这个名字 超音速的电条叫ROCKET 它的这个车的名字也叫ROCKET 整个车的外观 其实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种 就是轮胎大大的 然后中间一个猪龙一样的这种沙漠卡造型 包括后面有备胎 以及是金属底盘 金属摆壁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四度绿悬挂带这个平衡感 然后呢 我觉得说车子到手之后 我觉得油稍微浓一点点 那可能比较适合用来飞吧 那油浓一点飞起来会比较好 不太容易磕底盘 不容易触底 但是呢 我觉得姿态会稍微略逊一筹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 是不是把油条稀一点 包括轮胎超软的一个轮胎 应该是非常抓的一个轮胎 包括我试了上电之后也蛮甩柄的 那轮胎的 它这个固定的方式的话是一个夹胎 所以说呢 你后期维护起来比较容易 不用担心开胶的问题 然后螺丝的话 你自己打的时候注意一点 不要把这个尼龙键打爆掉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比较不错的 我蛮喜欢的一种轮毂的形式 整个重量呢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特别夸张 然后这个转向的话 我们看一下 前面转向的话 它原厂呢 默认的拉杆调出来的效果呢 是一个外八的 然后呢 是一个正阿卡曼的设定 然后舵机保护呢 是比较软的 所以说碰到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保护到舵机 包括保护到整套转向机构 那同时呢 就是说它转向可能没有那么灵敏了 那你需要自己去调节一下 那这个如果说你买带动力的套餐的话 它是搭配小飞向的遥控器 这个也是应该蛮新的吧 X5P350 很好看 这个遥控器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种电动质感的这个手轮 包括是这个手轮有很多 可以替换 还有金属的版本 这个遥控器还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所有厂商向他学习 这个外观 包括这个小盖盖 我都很喜欢 以及是碳纤维花纹的这种 尼龙的这个注塑 我都特别喜欢这种手感和质感和风格 而且这种塑料的真的很好 就丢在地上 你扔到外面去玩 根本就不会心疼 那我觉得废话不用太多说 因为这个车子并不是很新的车子 那很多人也都看过 那只不过呢 它这是一台比较满OP的这种金属OP的版本 我们最重点还是要去测试一下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这种满OP的金属OP的车子 是不是真的就完全不能玩 或者完全很烂的体验 那我觉得应该还好 但是实际上要去跑才知道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要还有更多RG玩资讯 我是尼奇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